第十四題 下列哪一種情況 施力所做的功不為0 我們曉得做功的公式叫做W等於F乘X 同時呢 力跟位移要互相的平行 所以什麼時候情況是做功為0 第一個就是我們沒有施力 施力是0的時候 做功是0 第二個呢 是我們沒有位移 位移是0的時候呢 做功也是0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力量跟位移是互相垂直的時候 完全沒有平行的時候呢 這時候做功也是0 我們的A選項 手推牆壁 牆壁不動 這個是我們的位移是0 所以我們的做功呢 是0 B選項 用背書包站立不動 肩膀的施力對書包所做的功 這個呢 也是沒有位移 所以位移是0 所以做功是0 朱選項說 手提湯筒在水平走廊上等速度前進 手施力所做的功 我們的手施力是向上的 我們的位移是水平的 兩個是互相垂直的 所以這個是因為我們的力量跟位移互相垂直 所以呢 做功是0 所以呢 我們只有C選項的做功呢 不是0 蘋果從速上自由落下的過程 我們的重力是向下 位移也向下 這個有施力 有位移 同時也有互相平行 我們還知道他是同方向 所以知道是做正功 所以第14題問我們說 哪一種情況 所施力所做的功不為0 我們答案要選的是C 蘋果由速上自由落下的過程中 重力對蘋果所做的功